梁思浩 講鬼故 婆婆慢慢愛搭車 你信不信有鬼? 我信不 這個故事是我藝人朋友告訴我 當年她拍過一套法庭的電視劇 她每天下班三點多鐘 駕著自己的車 要經過清水灣道 硬硬在監獄那裏 突然之間她發覺有人上了她的車 通常一上車你還會望望到後鏡 她發覺後面坐了一個七八十歲的婆婆 接著她再望到後鏡 她發覺還坐在那裏 你會怎樣? 她停下車 想了很久 她發覺婆婆不下車 她唯有繼續開車 一直開車之際 她再向前走 她突然之間聽到婆婆的說話 只是說了一句 再發覺婆婆下車 久而久之 原來這個婆婆 每天都會坐她上風車 一直開車 上到車的 你說是人 還是鬼 她最初都不知道 為何婆婆每次都在那裏下車 她終於問了別人 婆婆下車的位置 就剛剛是宜座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她 感谢观看